这些你是不会想不到的 那究竟是耕地自用 还是存心抗旨 戴川已经都不够够了 宝路本该与戴川主周旋 这才是九川事务司该做的事 而如今六帝失职 儿臣无奈也只能事及从权 自行与戴川交涉 你与戴川交涉 你何时与戴川交涉 儿臣的岳杖乃是戴川矿主 他已联手其他矿主 说服戴川主放弃图安山矿卖 至今事情已成 这是悔寒 看来戴川主早就已经想明白了 图安山是我川领地 他们不该觊觎 老六 你是新川的少主 不是丹川的少主 此次父亲派你去童安山 是为了让你保住矿卖 与戴川卧旋 而你所做之事 与抗旨无异 但好在 大家都是自家人 请罪折子道一声剑阅 也就可以高高抬起 轻轻放下 老六 你可知罪 万岳 你可知罪 Origin 无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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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迪